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鸿章结写了一段不解之缘 在仕途顺畅之时突然想要辞官回家 产生了修建藏书楼的念头 今天我们就通过珍贵的过云楼藏书 为您讲讲顾文斌辞官修建过云楼的故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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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原因不得不提到她跟晚清明镜李鸿刚的一段交往 顾文斌的祖上是从安徽到苏州经商的徽商 经过几代人的经营到顾文斌这一代时 顾家在苏州已是名门望族 顾文斌因此与当时红级一时的徽商巨谷 和社会名流交往密切 如红顶商人胡雪岩 满清明臣李鸿章等人都是顾家的座上宾 李鸿章算是顾文斌的安徽老乡 说起他们两人的缘分 他要从1860年太平军攻占苏州城说起 那年十月李秀成率领太平军进攻苏州城 城里的乡绅纷纷逃到上海 惶惶不可终日 此时顾文斌带头向朝廷上了一道折子 恳请淮军进入江苏剿灭太平军 朝廷恩准了顾文斌的请求 因此李鸿章率领的淮军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李鸿章也由此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抱负 所以对顾文斌一直心存感激 直至后来他出任总理大臣 也一直与顾文斌保持着良好的私交 然而就官场而言 所谓的私交也未必是好事 与李鸿章的这段交往 后来成为促使顾文斌远离官场的因素之一 顾文斌曾把围观期间 与家人子女往来的书信编辑成册 其名为《幻游洪雪》 其中一段文字颇耐人寻味 左接李中堂闸杂子并信 为劝捐士信中圣灌米汤 李中堂就是李鸿章 从来信可知 李鸿章让顾文斌劝说当地的乡神们捐税银 然而作为地方官的顾文斌 有苦难言 当时战乱频繁 数不清的科捐杂税 已经让江南士生们苦不堪言 顾文斌一方面不忍心 再向胡雪岩等士生们劝捐 另一方面又不好得罪李鸿章 所以左右为难 于是在信中表露出 谁都不想得罪的复杂心情 说到底 顾文斌算是个典型的中国文人 在试图顺畅之时 他因为看不惯官场的 是是非非而与我诈 逐渐产生了厌倦 萌生了退意 想去做一件一直以来 就想做的事情 那就是建一座藏书楼 公元1875年 就在年幼的光绪皇帝登基的那一年 顾文斌期盼已久的藏书楼 终于建成了 听到这个消息 顾文斌毅然辞去官职 回到家乡苏州 全身心投入到收藏书画和古籍的乐趣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有关 媒体 本集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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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整理写成了《顾鹤一藏书墓》 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广刊上 《顾鹤一藏书墓》 《顾鹤一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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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类书相当于古代的百科全书,承载了中华文明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直到宋朝几乎所有的文化信息,是当年文人参加科考的必备书籍。 除了锦绣万花谷,过云楼保存的古代善本书籍都极为完好,如今大部分都成为国家一级文物,无论是文物价值还是文献史料价值均无法衡量。 过云楼藏书能够流传至今是幸运的,然而在这幸运之中却隐藏着顾家几代人的辛苦传承。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请您关注国宝档案官方微博微信。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